他不用做任何的事情 我只要授權給你 然後我貼牌 然後我就15塊美金 那如果是說上百個上千個 這樣上萬個 他其實是做無本生意 我光貼牌授權給你貼牌 我一個就賺15塊美金 那你是什麼背景 你是什麼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就收這個錢 你敢賺這個錢嗎 我想真的就 我是不想越來越來越 不是一個很高規格的產品 然後就可以拿15塊美金 這個 不會懷疑嗎 那對方是誰 這個利益很高 金阿波羅的商標 好像LV一樣值錢 主老闆他應該是知道 有一些整個所謂產品製造流程 他其實是清楚的 那甚至出貨到什麼地方 黎巴嫩這個一個非常敏感的地方 看起來他也是知道的 因為我覺得最主要 為什麼黎巴嫩跟BB Code 可以做一個連結 讓人家覺得敏感 是因為當地的 政治黨的這些政治性的領袖 他們就是害怕 用手機會被追蹤 所以說他們會去用BB Code 那那個許老闆 如果知道自己的產品 是賣到黎巴嫩 其實我覺得如果他有Sense 因為他是做貿易的 我覺得他應該會知道 應該也是賣給 比較敏感的人需求 因為這個市場是很小的 我覺得這個老闆一定要好好查 因為他實在角色不可能 是這麼的無辜無知的一個角色 許老闆如果講話前後不一致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在產製的過程當中 他也有所掌握 我覺得這個我們檢調 應該要再去詢問清楚 他不用做任何的事情 我只要授權給你 然後我貼牌 然後我就有15塊美金 那如果是說上百個上千個 這樣子上萬個 他其實是做無本生意 那可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說 他知道他有出口到黎巴嫩 就新亞利在家公司有出口到黎巴嫩 所以這個老闆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我已經忘記了 他看得出來 許清光 這個董事長許清光 許老闆 許老闆他應該是知道有一些 整個所謂產品製造流程 他其實是清楚的 那甚至出貨到什麼地方 黎巴嫩這個一個非常敏感的地方 看起來他也是知道的 因為我覺得最主要 為什麼黎巴嫩跟BB Code 可以做一個連結 讓人家覺得敏感 是因為當地的政治黨的這些 政治性的領袖 他們就是害怕 用手機會被追蹤嘛 所以說他們會去用BB Code 那許老闆如果知道自己的產品 是賣到黎巴嫩 其實我覺得如果他有Sense 因為他是做貿易的 我覺得他應該會知道 應該也是賣給比較敏感的人需求 因為這個市場是很小的 需要用BB Code的人 目前來看就是可能是醫生嘛 那可能又送到一個比較敏感的地帶 黎巴嫩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就是有一些敏感人士用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再加上 再加上目前這個BB Code的產製過程 因為他一直強調自己的BB Code 是一個防塵防水不好打開 就是一個獨家的技術 那這個是他們這個標榜的一個 非常非常 他們認為是很好的一個技術 打不開的情況之下 怎麼把這些所謂的木馬城市 或是一些引爆的一些裝置 甚至所謂的加熱裝置 火藥其實還好就是電池 因為電池是那個可以拆取式的 可是因為它這個BB Code 有個比較特別的 它需要加溫 就溫度到達一定的高溫的一個條件之下 它可能下達一個指令讓它引爆 可是要怎麼讓它加溫 怎麼下達這個指令 那這個可能就是牽涉到 在BB Code裡面 是不是有安裝什麼後門城市 或是木馬城市 我不清楚 那按照這個許老闆 如果講話前後不一致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在產製的過程當中 它也有所掌握 我覺得這個我們檢調 應該要再去詢問清楚 那我也不希望是三立再給獨家 其他台應該是繼續加油 問出一些有用的東西出來 也給我們中天啊 或者給友台 都給友台 給大家給大家 因為這件事情真的涉及到台灣的一些安全性 然後因為台灣之光 BB Code 然後這一次在國際上這麼受到注意 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要查清楚 對 而且這個其實因為隨著第一時間 可能這個許老闆嘛 他出來喊冤 那大家可能還對他有點同情 因為說自己的公司嘛 但是隨著一些資訊越來越曝光 然後再加上許老闆講的內容 實在很多質疑的地方 對不太起來 那包括現在網路上也有人 把2011年天下雜誌 報導這家金阿波羅的這個文章 給挖出來 2011年的天下雜誌 就報導金阿波羅 是說什麼有做FBI的生意 他說金阿波羅是台灣之光 做到這個做生意做到FBI 所以他在2011年的時候 其實就以做這一塊生意文明 而上天下雜誌的報導了 那所以就是說 再加上今天的自由時報 剛剛也報了一個新聞 還有三例 都是 用不然就自由時報 用不然就三例 剛剛自由時報 它是引述紐時的 紐時報就是說 這片應該下午訊息 我就已經看到了 那可能自由把它用率先的方式 先寫出來 就BAC這個公司 在匈牙利的公司 其實就是以色列成立的人頭公司 對 它成立了兩家人頭公司 應該是說 就是BAT的這家公司 在匈牙利 它號稱它有一個生產線 然後它可以去生產 這個 特製型的BBCO 然後它當然有一些市場 可是它唯一 它最在乎的市場 就是真主黨這群人 所以可能就是 BAC跟我們的經營阿波羅 然後談貼牌 然後他們找一個空殼公司 包括製造生產跟銷售 而銷售的TA就是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真主黨 那其實是已經布局很多 所以大家才會用那個 所謂木馬塗層器的 這樣的一個形式 去形容這一次整個的一個鋪陳 對 那這一次這個事件 其實對台灣的影響真的很大 不要小看這個事情 因為假設 真的這個許老闆 或者金阿波羅這個公司 如果真的有涉入其中的話 哪怕沒有 我覺得從這個事情之後 台灣出口到任何國家 中國大陸也好 的電子產品 其實可能都會被特別的關注 特別的檢查 因為你以BBCODE這個產品為例 其實台灣 我記得是2009年的時候 就已經停止 然後就是提供號碼 就等於是讓這個服務消失了 就沒有這個服務了 那剛剛提到金周刊所提到的 就是這個金阿波羅 當時他是在這個停止服務的前四年 成立了這家公司 所以意思是說他成立四年之後 他就在台灣沒有辦法做任何的生意了 那他只好被迫去轉型 然後去做海外的一些服務 跟一些像是美國歐洲為主 那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訴求 應該或是他的一個標榜的一個特色 就是他所有的生產線 可能都是在台灣或是在歐洲 然後可是沒有中國 那是不是因為沒有在中國有生產線 或是有設廠的情況之下 讓老美那邊比較放心 所以老美那邊包括了 我記得是荷蘭 然後這些有一些軍事或是情報上一些需求 因為他也是怕這些訊號被 截獲或是做一些定位的情況之下 他就要用BB Code 然後在沒有老共的生產線 可能介入增加一些變數的情況之下 他就非常推崇這個金阿波羅公司 那FBI就大力讚揚 就是讚揚金阿波公司 我看那個數字 其實我沒有記得非常清楚 應該在美國最大的BB Code的公司 就是製造公司的產品就是金阿波羅 然後在荷蘭好像60% 也都是一個很大的一筆佔有率 所以看得出來就是 金阿波羅就是專門從事在所謂西歐 或是美國 這一塊是他們主要市場的一個來源 而且他們的客戶都非常非常的特別 都是一些情報或什麼國安相關的客戶 還有消防 對 就是特別使用的 所以這個有賴再去釐清 尤其是關於我們MIT這個牌子的商譽 未來台灣所有的這個電子產品 因為這個BB Code被引爆之後 昨天晚上又有一個新聞就是 他們的呼叫對講機 日本的對講機 對講機也被引爆 所以其實說像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這樣子的恐怖攻擊的方式 可以放在任何的電子產品裡面 對 只要有通訊功能的電子產品 似乎都可以用這種方式 也就是說其實未來 其實也不只台灣 也許全世界的這種電子供應鏈 那種運輸都會 其實現在都會擔心 如果我的手機突然發熱 其實你在看這種新聞事件 不斷衍生下去 以後大家對於 因為手機一定都是隨身攜帶 放在自己最可能致命的位置 有人放在這邊 有人放在腰後 對 這個 年輕的時候BB Code都掛在這裡 所以你那個年紀應該也有在什麼 沒有 我有 都是掛在這邊 對 這個是要顯掰的 你要顯示你有這個BB Code 然後這個位置 我覺得就是一個重要器官的一個位置 所以很 如果引爆的話那個傷害性很大 而且我覺得那個根本就是 無差別在攻擊 因為你不只是 你自己會受到一些傷害 你旁邊的一些鄰近的人 所以你這次看很多影片 他就是在買東西 然後結果旁邊的銷售員 也被受到攻擊 也受到影響 然後聽說很多 就像我剛才講的 很多醫護人員他需要用BB Code 然後這次爆炸傷亡的情況之下 很多也是醫護人員受傷 對 就是這樣的情形 所以這一次這個以色列防長 他語帶玄機獎 這個戰爭的新時代 他也沒有承認沒有否認 其實就是承認的 基本上就是他們 沒有積極性承認 那就是 就是他說戰爭的新時代 但的確這個以色列 他們的這種情報的工作 摩薩德情報工作做得很厲害 他也是紐實的報導吧 就是這一條黎巴嫩的這一次攻擊 他已經策劃了兩年了 然後包括成立這個BSC這樣子的公司 然後跟台灣的金阿波羅 然後來整個規劃 一起發動 兩年的時間來佈現 而且這一次我必須講這一次的攻擊 就針對真主黨 黎巴嫩真主黨人士的攻擊 非常非常有效 4000個人 雖然11個人死亡 目前統計出來 11個人死亡 4000個人受傷 但是其實受傷的都是 不是輕傷 是很嚴重的傷 我看到很多的傷者 他其實是因為BBCO想了 第一個動作是拿起來 我要看上面的號碼 然後就爆了 然後雙眼失明 包括那個伊朗駐黎巴嫩的大使 也是 所以都是重傷 所以他等於一次的攻擊 鏟除了他的對手4000個 4000個有身力量 這個太厲害 你就在戰術面來說 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應該是說先進 我們不太適合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傷害性的 一個攻擊手法 就戰術行為來說 他的確是成功的達到他的目標 很成功的恐怖攻擊 對 然後他的成本 或是成本也應該不會太高 你跟一個飛彈去攻擊他 那個成本相對來說差很多 而且是深入敵營造成恐懼 以後這些 鄭主黨的這些領袖 甚至我覺得黎巴嫩那一塊 或是中東那一塊地區 就是你這些所謂3C產品 然後可能看成Made in Taiwan 都不敢用 那個對我們的產品的一些 商譽 商譽是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那如果是說 鄭主黨把這件事情 又算在台灣頭上 那個台灣真的吃不了多的走 那我也回應一下 剛剛那個啟明哥講的 就是說這個新時代這個方式 我就想到以色列這樣的攻擊 我們有一句話叫做殺人誅心 他的第一次攻擊 BB Code的那個攻擊 造成4000人死亡 那昨天晚上又再一次對講機 其實就很明顯的宣示 就是我 我有這個能力 我要製造這樣的攻擊 那我如果是鄭主黨或黎巴嫩內部的人 他是一種很內心其實是很恐慌恐懼 他對所有的電子產品電信用品 他是非常恐懼的狀態 真的叫做殺人租行 真的是很厲害 然後曾祖黨他不要用電子產品嗎 他不可能 但他用了又害怕 所以現在對於他的 就是以色列的這個對手來講 真的是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 對啊 可是這個也衍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這一次我們的國安單位 為什麼這麼緊張 就是說他們有去調查是說 他們想要把台灣跟這一次的恐怖攻擊 做一個界線的劃清 因為要趕快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因為畢竟我猜就是以黎巴嫩當地的 這些BB code的這些使用戶 我相信他們是很相信台灣的 很相信台灣做的這個產品 所以這些才會用這樣子的一個管道 去把台灣不管是拖下水 或是這個金英阿波特的根本知情 這個我們就等檢調去做一些調查 那只是怕說就是 如果這條線連在一起的話 maybe我們跟以色列關係很好 我們跟美國關係很好 台灣就是台灣 美國 以色列 那在這一次的所謂的 國家恐怖攻擊主義的裡面 扮演一個台灣有扮演一個角色 我猜曾主黨一定可能不會放過台灣 因為你說那些恐怖主義 恐怖行為 對 曾主黨的那些他們的所謂暗殺能力 或是恐怖行為的能力 我覺得這個台灣可真的不能小看 那我們的國安單位在第一時間 先用認知作戰 先丟老公那邊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認知是 他們的基礎點是對的 就是趕快把台灣跟這件恐怖主義 先劃清界限 我們不要跟他有任何的關係 可是他們就有一個膝蓋式的反應 就先說是老公那邊在做相關的一些 帶風向的這樣的一個安排 可是我說真的 包括第一時間 CNN也這樣說 路透社也這樣說 還有一個India Today 反正就是各國的媒體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昨天第一時間跑到金阿波羅的 不是台灣的媒體 都是台灣 就外國媒體駐台灣的記者 他們第一批 他們第一批先去 那我們當然 因為那個時間點 可能他們的作業流程 因為可能是剛好是半夜的時間 是我們台灣睡覺的時間 我們是上班時間才把所有記者趕過去的 所以第一批的 知道台灣在這一次 所謂的恐怖攻擊主義裡面 扮演角色的是外媒 做一個這樣的認定 可是我們的國安單位要查啦 趕快把這件事情查出來 可是不要再去把這個方向轉掉 又變成是 好像老共在帶風向 老共把我們跟恐怖主義連結 那想要再形成一個 可能是一個輿論 然後造成真主黨的可能那些人 想要對台灣進行包覆 我覺得這樣不對啦 對 我覺得我回應一下這個啟明哥 那個如果說這個事情 是北京在背後操作 讓台灣就是跟這個真主黨報章做連結 這樣子的說法就是說太沒有sense 因為在國際上來講 所有的國家都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台灣真的是出了這個事 中國要懶這個責任的 因為中國不可能 因為如果假設今天啦 真的是台灣出這個事情 那大家就說是台灣出 難道中國會這個時候切割 這是台灣做的 不是我做的 不可能嗎 中國一定說那因為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他要負這個責任 他可能要跟黎巴嫩 你可能跟那邊要按來幾個要 要說對不起啊 我們內部會好好處理 所以如果是北京操作 他是給自己找麻煩嘛 這個邏輯是這樣 邏輯是對的啦 邏輯是對的 不可能因為現在台灣出事 然後中國就切割台灣 跟我沒關係 不可能 所以中國如果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國如果真的這樣操作 在他認知裡面 他這樣操作就是給自己找麻煩 在全世界裡面 他們台灣真的跟這個有關係的話 大家會找中國算賬 所以我才會說國安單位 就是膝蓋反應 先丟老共那邊再做操作 可是我說真的 這一次的整個 把台灣跟這個BB Code 跟這個所謂爆炸 連在一起的最關切的 還是西方世界的各大媒體 他們先做了一個這樣子的報導 那當然漸漸的是有一些釐清 不過越釐清 越把這個許老闆的這個角色 弄得比較讓人家有一點模糊 他其實 我們當然現在包括經濟部 跟外交部都做了一個說明 是說這些產品 不是在台灣生產的 然後我們出去的產品 也不可能有火藥這些成分 可是這個老闆知不知情 許老闆知不知情 目前看起來 可能間接的 他應該有知道一些狀況 至少這個產品是送到黎巴嫩 他是知道的 那有沒有加任何的手腳 那我覺得負責國安單位的檢調 就趕快要把它查清楚 把台灣這條 我覺得防火牆要建立起來 不然我們受到波及這個姿勢體大 我覺得這個老闆一定要好好查 因為他實在角色不可能 是這麼的無辜無知的一個角色 我光貼牌授權給你貼牌 我一個就賺15塊美金 那你是什麼背景 你是什麼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就收這個錢 你敢賺這個錢嗎 我想真的就 我是不想去拿到一般是做生意的 不太可能 因為應該這筆錢 我是沒有做生意 我猜不用做任何事情給15塊 而且是一個比較low-end的產品 就是不是一個很高規格的產品 然後就可以拿15塊美金 這個 不會懷疑 對 那對方是誰 你不會想知道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我記得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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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